大家好,今天要為大家介紹安裝的是 一台2013年的Visant Medtita 這台是Visant 106NA的廣電器 整體的外觀都是原廠的 唯一只有一樣的改裝 就是換了Turbo版的2055017的17吋底圈 其餘全部都是原廠 前面的部分,KT的電器已經安裝完畢了 上座的部分,KT的電器已經上座了 萬一原廠的使用年限已經高了 上座已經壞掉也不用擔心 KT都有互上座 那小明星的調整座的話 就在這個地方,直接就可以做調整 也不用擔心到任何的內裝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房間的部分 KT為了BigPita 特別做了13公分的行程 航體的行程有到13公分 航環的長度拉長到200長 空間數的話是6公斤 一般業界在BigPita的彈簧部分 通常是搭配了170長 甚至是160長 等著彈簧 空間數的話大部分是維持在其中間 KT為了整體的舒適性 把空間數降到了6公斤 長度拉長到200m 搭配剛剛所續述到的130長的行程 整體的舒適性就跟原廠幾乎是差不多 但設計的意識就比原廠好很多 另外在煞車流管 還有PBS感電線的位置 都是平常原廠的位置 在離載串固定架的部分 我們的厚度是多了6mm的離載串厚度 讓整體的離載串固定更加的穩固 在高低調整的部分 最低的最高調整範圍能夠跟原廠一樣高 在最低的部分 前面的話大約大概是兩指左右 好整體的高低調整範圍相當的短短 平革電腦後面的部分 我們在KT的部分 把行程的部分 搭長得到17公分 比原廠其實是短一點點 在彈簧的部分 是做了205長左右 公斤數的話是3公斤 一般業界後面的彈簧 單統式的彈簧 差不多是會打到5公斤 甚至是6公斤左右 我們KT的後面的彈簧部分 目前是打了一條3到3.5公斤左右 特別的舒適性的設定是相當的優異 在統身的部分 還有高低的部分 都是可以調整的 在這個部分可以調整高低 在主力的部分 等下下一個階段 再跟大家做介紹 在這個彈簧的部分 其實就是BIG-D打 後面最關鍵的部分 正常來說 同業的彈簧 有150長 有160長 165長 公斤數差不多都是打在公斤左右 所以它的彈簧的長度比較短 當然在操控性上的話 會比較偏向近跡一點點 KT的話為了舒適的設定 打了這條彈簧 讓它整體的舒適性 更為接近延長 更為優異 它的行程作動能夠比較平緩 比較長一點 所以整體的舒適性 會更加的優異 那KT呢 也都有備有實車 可以讓BIG-D打的車友 來做試乘 歡迎大家遇見試乘 第三個部分 要為大家介紹的是BIG-D打 後面主力軟硬可以調整的部分 後面的BIG-D打 其實相當的便利 後面有一個 原廠就有做了一個維修孔 方便計師 在拆重避電器的時候 直接從維修孔 就不必拆內裝 可以拿一個小儀式 從下面這裡直接敲開 就很簡單 輕易的就能夠把維修孔打開了 在主力的部分 KT的主力就設計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KT的主力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往X的方向 就是變軟 H方向就是變硬 再可以直接在主力上面 直接調整軟硬部分 可以調整到自己 適合自己操作的軟硬 在主力上的地道 就把動作都流行 適合自己的地方 在主力上去 找到這樣子 你把動作都移動 都會有讓開 在主力上去 在主力上去 ,把動作都移動 在主力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